不要以为你现在过得还不错 就代表以后也不会差 四十年前你要是会开车 你就算有铁案吧 三十年前你要是会英语和计算机 那你绝对是人才 在二十年前 联通和移动光在过年那一天 一条一毛钱的短信一天就能赚死车衣 在十年前你要是有一台出租车的话 你就可以躺在家里挣钱 那现在呢 出租车司机做梦也想不到 满大街的私家车都是他的精神对手 联通和移动做梦也想不到 微信会让他们的短信业务 只剩下收验证码的功能了 数码相机怎么会想到 是手机淘汰了他 康师傅一个卖方便面的 他永远也想不到 抢走他利润的不是统一方便面 也不是白想方便面 而是美团外卖 所以说真正能够把你淘汰的 永远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而是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你现在的知识技能技术 能够支撑你继续几年 是十年还是五年还是三年 所以你要知道居安思危啊 各位老天 都是人一天都是24小时 大家都是上班吃班睡觉 为什么差距就越来越大 你自己没事的时候想一想 都是八个小时上班 八个小时睡觉 那剩下的八个小时呢 一把游戏半个小时 你今天打了几把 一集电视剧半个小时 你今天看了几集 看看直播 看看小姐姐跳舞 又一个小时过去 你有没有真正关注过 对你有提升的东西 所以你为什么哪儿都不突出 就腰间盘突出 别人都是长兴趣长职位 你怎么就长体重 没有谁的能力和知识 是一天学会的 都是要靠积累的 如果我今天说完了 你有危机感 说明你还来得及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呢 生活早晚会给你笑一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